大家好,欢迎回到BiteSnapper大鱼视角频道,我是Jerry 吊杆是路牙吊手手臂的延伸 但是关于路牙杆软硬指标的认识 还是有一些非常普遍的混淆 今天的分享我会利用一些睡技术 但因眼见为实来彻底认识吊杆的软硬 吊性和力度的关系与区别 我们接下来先来看几只杆子 请大家分辨一下哪一只硬哪一只软 在这第一组当中非常明显 第一只软 它的耳吃中的是1.5到8克 然后吊线吃中的是2到8万 这是一只多宾式的Sierra的740 第二只的话肯定是要硬很多 因为第二只的话是Megabus的Destroy TS系列里面的Casino Casino是一只非常经典的一只永耳干 耳的话是吃到6盎司 6盎司的话将近180克 那很明显的这两个力度不同的杆子 它的软硬表现是非常不一样的 因此坊间就非常流行一种说法 就是把吊杆它的吃耳和线重 直接就叫做吊杆的所谓叫硬度 那吃耳重量越大的话 吊杆就越硬 那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先不着急接着再来看一组吊杆 那在第二组里面呢相信大家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就是第一只呢是更硬 那第一只的话呢是Gelumus GLX的852CJWR 它吃耳的重量是1分1盎司到3分1盎司 也就是在3.5克到10克这样的吃耳重量 那第二只吊杆的话呢是Megabus的F4 610的GT3 Tomahawk 它这个吃耳的话呢是从10克吃到28克 那它的限重范围是8到22磅 如果按照坊间这种硬度等于吃耳重量的定义来说的话 这两只吊杆的话应该是第二只 也就是我现在手里面这只F4的吃到1盎司的吊杆 应该更硬嘛对不对 因为不是硬度等于力度嘛 但是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刚才我们测试的过程当中 很明显你要用软硬来定义的话 明显就是第一只硬啊低力度的杆子硬 第二只这只玻璃缸的高力度的杆子反而软了 这个时候呢有些人就说了啊 那吊杆的吊性啊就是吊杆的软硬啊 把这两只的顶都等同起来 这个说法呢其实呢是沿用了啊 比如说在手杆啊台吊杆上面啊非常传统的 比如说我们讲到什么28吊啊 37吊啊46吊啊等等啊 分别对应比如说超硬啊 硬啊中硬啊等等的吊子 那对刚才这两组吊杆来说的话呢 第一只的话呢这个Glumis的852C的话 它是一只超快吊子 那第二只呢这个GT3的这个Tomahawk 它是一只中吊子 那看上去确实呢是吊子快的杆子 表现的更硬 吊子慢的杆子呢偏软 但是问题来了 我们在第一组吊杆里面啊 软的它是一只快吊子杆子 第二只我们大家一看就知道 非常非常硬的这个Casino TS的杆子 它是一只中吊子 那所以第一组的偏慢吊子的大力度吊杆啊 更硬 那第二组呢是快吊子的低力度杆子硬 好这下是不是有糊涂了啊 影响吊杆软硬的究竟是什么呢 那这种概念混淆的困扰啊 其实根源于我们对于吊杆软硬的一个判定上面 那我们看吊杆软硬的方法呢 要么呢就是拿起吊杆来晃一晃啊 要么呢就是把它顶在地毯上面弯一弯 这个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所谓吊杆的软硬啊 其实呢既不是它的吊性 也不是它的力度 而是呢它的吊杆的杆尖偏离吊杆握把轴向的一个幅度 或者说呢就是吊杆弯曲的一个难易程度 那吊杆受力的相对大小啊 和吊杆的曲点位置会一起影响到一个实测时候 吊杆杆尖偏离轴线的一个幅度 那这里呢受力的相对大小 同吊杆的力度是有直接关系的 而吊杆的曲点位置呢 直接就是吊杆掉性的一个定义 那说到这里啊 必须把吊杆的力度和吊性的定义啊 再重新彻底的说明一下 那我在后台收到了关于吊杆的问题啊 最多呢还是关于这两个 而且呢混淆也特别多 那希望大家能够暂时忘记 平时所知的关于吊性和力度的概念 来听接下去的几分钟 那这里的力度啊 英语里面叫做Power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吊杆上面标示着 比如说SUL UL L ML M H H啊 H啊 然后XH啊 XXH啊等等 那有些吊杆呢 也是用一个F 也就是Z 然后加上一个数字来表示F0 一直一路上到F7啊 FX啊等等等等等等 它每一个标示 不管你是用怎么样标的 它都对应一个相应的耳中范围和吊线的适应范围 那在基吊杆和罗斯鱼杆里面呢 同一款杆子啊 往往会有不同的号数 那这个号数呢 其实跟路亚杆的力度是非常相似 那这里啊 路亚杆的力度就是Power 它所指的其实呢 就是吊杆的反发力 或者叫腰力 那吊杆的反发力和腰力呢 指的就是吊杆在形变之后 它为了恢复笔直 所能够提供的一个弹力 那这个弹力啊 在我们抛头的时候啊 在刺鱼的时候啊 在驳鱼的时候啊 都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 而且呢 是需要用适合的耳中和线中去匹配的 那反发力越大的话呢 不仅可以抛头到耳的重量越重 同时呢 也意味着另一头啊 轻小的耳 它呢 不能有效的压弯吊杆 也就是呢 不能有效的借助这个吊杆的弹力来做抛头 从而呢 不适合轻小的耳 那在吊线方面呢 反发力越大的话呢 不仅适合的线中范围 上线要更高 也就是可以干纵活 同时啊 它的细线呢 就不太适应了 因为你一次鱼的话呢 因为它腰力太大啊 很容易呢 把吊线崩断 那我不知道曾几何时啊 这个power开始被叫做硬度的 那power这个词啊 在英语里面是没有任何硬度的意思的 也不是强度的意思 直接就直译叫做力度 难道不香吗 你不能一边啊 把这个power定义为硬度 然后一边说硬度越高的杆子啊 并不是越硬啊 我不是咬文嚼字啊 你们看现在啊 其实那么多混淆的吊杆 这些概念啊 性能指标的说字啊 其实它一大半都是被自己给说糊涂了 那另外一种说法 也有说这个力度啊 是强度的 那标示上呢 多少可以反映一点 这个吊杆的强度啊 但是啊 它和破坏强度啊 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且你要知道很多吊杆 它上面做的标示 包括耳中范围等等 都不是经过严格的实测以后 才标上去了 所以呢 不是说标的上限是20磅 那我用25磅中大鱼 这杆子肯定会断掉啊 那power大家记住啊 就是力度 力度就相当于吊杆的号数 好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吊杆 大家看到的吊杆当中 标示的那些S啊 RF啊 R啊 MF啊 F啊 XF啊 等等 快慢啊 这些就是吊杆吊杆的指标 那吊杆吊杆的定义呢 是吊杆趋点的位置 那这个定义的话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啊 但是解释起来呢 就众说纷纭了 那吊杆趋点位置啊 简单的说呢 就是吊杆受力之后 所谓最弯的地方 它是在什么位置 那为了解释清楚啊 我做了一个吊杆的支架 这个支架呢 可以设定吊杆 是在45度 或者是60度 指向天空 那45度的话呢 是很多杆长 测定时候的一个角度 而且呢 也是比较贴近 我们实际钓鱼时候 我们吊杆指向的 这样一个角度 那这个支架呢 可以让我带着 吊杆和卷线器 来测试路亚吊杆 保证吊杆在受力的情况下 支架和手把处啊 不会有松动出现 吊杆观测的话呢 我们都从侧面 整体的来看这是吊杆 那大家要记住啊 平时你抖动吊杆啊 或者是点地毯啊 这些测试呢 都是只能看一个大盖 而且啊 在吊杆小幅度弯曲的时候 你用眼睛看出来 是根本看不准你的 很多人啊 把这个曲点位置呢 理解为 吊杆受力之后 形变开始的位置 这是不对的 曲点位置的定义 也就是吊杆掉性的定义 说的是 吊杆最弯曲的地方 它所在吊杆的长度位置 严格的说呢 就是吊杆受力 呈现弧度之后 你把它整个弧度啊 分割成一段一段的小弧 然后呢 来倒推这些小弧所在的圆 在所有的圆里面 它的半径最小的那个圆 对应的那段小弧所在的位置 就是吊杆的曲点位置 也就是所谓曲率最大 最弯曲的地方 这个点所在的位置 越靠近吊杆的干烧 它的吊杆就越快 反之 吊杆就越慢 那为什么吊子是用快慢来定义的呢 以抛头过程为例的话 吊杆啊 被尔压弯到回弹之前呢 是必须要达到 在这个力作用下的一个弯曲的极限点 那如果吊子越快的话呢 就是吊杆达到 这个弯曲的极限点的时间越短 而且呢 它回弹的速度呢 也越快 那反之呢 如果吊子越慢的话呢 吊杆达到这个弯曲极限点 所需的时间越长 它的回弹的速度呢 也相对慢一些 所以呢 这就是吊子称为快慢的一个来源 那在英语里面呢 Action和Taper这两个词呢 都可以用来表示吊杆的吊性 那吊子啊 在杆场啊 它是用比较高的负荷来定义的 对于我们识吊的意义在于呢 就是不同吊子的吊杆 它在抛头刺鱼和搏鱼的时候啊 特性很不一样 回头细说 然后呢 回到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 很多人啊 都把这个曲点位置啊 理解为吊杆受力形变之后啊 是形变开始的位置 这是不对的啊 吊子不是用弯曲起始位置来定义的 我们来看啊 这是一只Moderate Fast的杆子 我们来加负荷 然后呢 用叠引啊 可以清楚的看到 弯曲的开始点 在随着负荷的增加而往后移动 但是曲点位置是基本不变的 此时这只杆子 依旧是Moderate Fast的杆子 那理解这个差别是很重要的 那大家可以这样想啊 就是吊杆 曲点部分的材料 是整只吊杆当中 最容易弯的部分 那后面的部分的这个吊杆呢 它直径要比曲点部分要粗啊 那大家可以理解啊 后面的肯定没有前面的容易弯 粗的地方吧 因为 但是前面的吊杆部分啊 要比它曲点位置吊杆要细啊 为什么细了这部分 反而不如这个曲点部分 这个粗的这部分 更容易弯曲啊 这一点呢 听到就是有点反常 是反直觉的啊 但是啊 这正是当代路亚吊杆 制造工艺的精髓所在 就是可以透过材料啊 可以透过编织方法啊 厚度啊 键缩笔啊 等等 来任意设置 曲点的位置 但是反过来说啊 即便在很小的负荷下 吊杆弯曲的起点位置啊 确实是受到吊子快慢影响了 那还是同一支吊杆 在一点点负荷的时候 它的形变起始位置 是吊杆的三期开除 然后呢 我们换一支超快吊杆子 同样一点点负荷 它的干烧形变 是在整个吊杆长度的二八开除 我们在石料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有那么小的吊杆形变 然后对我们石料又有什么影响呢 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操控非常轻小的吊的时候 另外一个呢 其实就是鱼咬钩的时候 那偏慢吊子的杆子啊 在再小的拉力作用下 它的形变起始点 都要比偏快吊子杆子的起始点 更加靠后 更加靠近手把 那一个小小的震动传过来 用来让吊杆发生形变 那部分能量啊 是被吊杆吸收掉的 剩下这部分呢 才是传到后面 来提供你的所谓的感度 那这部分形变 它的吊杆部分啊 越长 吸收掉这部分震动越多 那也就是呢 比如说本来 你传到杆烧上面是咣当一下的 但是因为你吊子慢啊 然后它要发生形变 这部分吊杆长度比较大 所以吸收掉的大部分能量 最后传到你手把上的时候呢 只剩蚊子叫了 这就是杆度的损失 反过来呢 这也是为什么 有很多时候高震动 高水阻的耳啊 它是非常喜欢用偏慢的吊杆 吊杆来做这个呈现 因为它震动 可以被吊杆吸收掉 有人说呢 它吊杆的吊杆是不影响杆盾 那这里呢 我们是提供了一个眼见 我也是一个参考 那实际的例子啊 比如讲像Megabus P5里面的风牛 同Xbyte的比较 这两支吊杆呢 它用的材料 它的长度啊 它的力度啊 都是差不多 唯一最大的区别就是 Xbyte它是一个XF超快的吊子 然后呢 风牛呢 它是一个R吊 大家可以拿在手里面 实际的感觉一下 这两支杆子的感度 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那影响感度的因素呢 也是很多的 我们回头呢 说到感度的时候 再细说 那有一种说法啊 说一支吊杆 不管什么样的吊性 它在受力少的时候呢 都是超快吊 然后呢 随着它受力复合的增加 慢慢的就从什么超快 然后到了快 然后到中快 然后是中吊 最后到慢吊子 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这呢 也是一种误解 首先啊 吊杆的吊性 它是在比较高的 复合下定义的 然后呢 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之一 就是依然是把这个吊杆 形变开始的位置 等同于吊杆的曲点位置 这是不对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在你吊杆受力很小 然后它的关曲幅度 很小的时候 你的眼睛啊 其实是很难抓住 真正的曲点位置的 特别是你拿一只吊杆 你在这样子 从它杆把的位置 然后看过去的话 这样子看 你是非常非常难 在它受力小的时候 然后真正的抓住 它的曲点位置 其实呢 并不是它的曲点位置变了 而是呢 实际上就是你的眼睛啊 没有抓住这个 真正的曲点位置罢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眼睛呢 就会错误的 把弯曲幅度小 等同于它的吊子块 就造成了这种错觉了 钥匙吊杆啊 都是在低负荷的时候 是快吊子 然后高负荷的时候 是个慢吊子的话 那就我们就不用分 什么吊性了 对不对 那我用什么 玻璃杆的阿吊的杆子 也可以吊杰 然后我用 高碳的这些超快的 这个杆子 也可以拿来吊 生前的Crambit 对不对 反正无所谓嘛 那大家要记住 只要不是变吊子杆子 一只吊杆 它在受力 从小到大的情况下 它是不会因为 负荷的变大 而产生吊子 从像超快变到慢吊 这样的明显的 曲点位置变化的 那重要的事情说两遍啊 我们看到像吊杆这样的 一头粗一头细的 就是所谓的逐渐建缩的 一个锥体 就会很下意识的认为 它的最弯曲的部分 肯定是在最细的部分 但实际上呢 通过建缩笔 干壁的厚度啊 材料配比啊 材料编织方法不同啊 等等等等 来处理这个曲点附近的材料呢 好的吊杆场 就是能够把曲点位置 任意设定在吊杆不同的位置 让这些部分呢 成为最最容易弯曲的部分 换言之啊 就是曲点之前的那部分吊杆 即便是直径比曲点部分的要细 却没有更粗的这个曲点位置 这部分吊杆更容易弯 这乍一听啊 反常识的这种特性啊 正是现代材料科技 用于路亚吊杆制造的精髓之一 那在明确的吊杆和力度定义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回过来看 我们开头提到所谓叫吊杆的一个软硬 还是要记住啊 软硬是吊杆杆尖弯曲的一个幅度 或者说难易程度 那吊杆越慢呢 或者是力度越低的 杆子呢就显得越软 那吊杆越快 或者是力度越高的 那杆子呢就显得越硬 那大家检验吊杆软硬的时候啊 给吊杆的一个力量 它不是无限的 所以呢一些高力度的吊杆啊 即便吊性偏慢 那你就这么抖一抖啊 它这个力量是根本不足以 让它的杆间产生足够的偏离 来让你的眼睛看清楚它的吊性 但是呢你就看到它的弯曲幅度小 就会觉得硬 同样的呢一些低力度的吊杆啊 比如说像UL的杆子 即便它标称的吊性很快啊 快吊子甚至超快吊子 你如果手上啊 用一般比如说 抖大涌杆子的这个力度 去抖它的话 那这个外力 相对于它吊杆本身的力度来说 已经是非常大了 这个自然 它这个形变幅度呢 就会比较大啊 所以说你感觉上 这个吊杆呢就比较软 那这就是为什么呢 一开始 关于软硬 同吊杆吊性力度的关系啊 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那这两种说法呢 都是不全面的 那吊杆的软硬 在我们实际做调当中 意味着什么呢 主要是吊杆弯曲的一个难易程度 那最大的影响呢 就是刺鱼和驳鱼的时候 吊杆能够给我们提供多大的缓冲 还有呢 在抛头的时候啊 你的拇指松陷时机呢 会因为吊杆的软硬有所区别 这也是为什么啊 重障碍的杆子啊 可以吊性偏慢 但是啊 你操控耳的时候呢 也不会感觉到过分的拖泥带水 就是因为它弯曲幅度还是很小的 它实际上需要非常大的力量 才能表现出它真正的一个吊性 在这个时候呢 它这个吊性主要是所谓叫钵鱼吊性 那偏慢的吊性呢 可以更好的 让它的强要来参与到 提供这个反发力 对应障碍物里面的这个巨物 让它拔出来 另外一方面呢 一些快吊子 甚至于超快吊子的 只要是低力度的杆子啊 依然是可以用来玩一些三本勾类的耳 就是俗称的所谓叫load比较好 那它力度相对比较低啊 那重鱼之后啊 相对受力稍微大一些的话 它的形变弯曲起始点 就会后移 那前面我们就提过了 一点点的这个起始点后移 也会让整个吊杆的弯曲幅度更大 从而呢 表现的更软 为吊线呢 提供更多的缓冲 也不容易拉脱三本勾 比方说呢 像我们手里面这只 GLX852C的JWR 它虽然是一只超快的 碳速的吊Jag的杆子 但是呢 因为它力度比较小 而且呢 它load比较好 所以呢 我拿它来吊这三本勾的Spybit 依然是表现非常抢眼 也没有因为它所谓叫吊子快啊 从而呢 造成非常多的跑鱼 没有 那这个呢 就是一种选杆时候的一个理解了吊杆的掉性 和它的力度 对于吊杆软硬以及实际操作时候影响之后啊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做不同的变通 注意啊 我这边呢还没有提真正的一个变吊子杆子 好了 这就是今天带大家眼见为时 把吊杆的掉性和力度以及软硬的关系呢 做了一个彻底的梳理 大家以后记住啊 讲现代路亚杆的挑选呢 必不可少了两点 一是掉性 二是力度 这两点呢 对于我们平时选杆的时候 确实是有非常多的实际意义 那下一次呢 我们就结合一些大家非常关心的路亚杆挑选当中的实际的问题 比如说像变吊杆呀 像石心烧的杆子呀等等啊 实际上到底有多大的意义 我们一起结合起来讨论一下 给大家提供一个路亚吊杆选择的一个高阶指导 好 我是Jerry 如果您喜欢大鱼视角频道的内容 请一定记得点关注 不迷路哦 大鱼奇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